这几天都是湿湿冷冷的天气 以北部跟东北部地区都可以感受到 除了气温下降之外 其实这个雨也是下个不停 而在气象局就特别提醒了 从星期六就是周末开始呢 会受到热带系统外围水汽的影响 也就是呢降雨的状况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甚至有共伴效应 在星期天跟星期一可能会是最严重影响到台湾的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张图表 以台北市来说 其实这几天的温度都落在20度上下 而且呢都是蛮偏凉 几乎都在下雨 可是现在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在热带性地气的这个影响呢 有可能会生成台风 而这次的台风就叫做桑卡 它生成的时间呢 就在这两天就有可能会生成了 而影响台湾的时间 就落在星期天到星期一 可以看到呢 其实除了北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都会非常大的雨势之外 其实南部也有可能会下雨 但是这个南部的雨势 有没有可能疏解他们缺水的情况呢 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呢再回头看看这张图表 可以看到台北市几乎都在下雨的天气 这样的雨势呢 要一直延续到这个下个星期二 会慢慢的缓解 到星期三才会稍微好一点 因此呢这几天出门在外 除了要携带雨具 也要多加件外套 千万不要感冒了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